台湾因为在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被认同的这个程度很低 所以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够如果把台湾 中华民国的国旗或者是国号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 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过去我们再看这个欧巴马时代他做的这样的 就把国旗放在这个关于中华民国的这个论述里面 那么一直到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国旗拿掉了 那拿掉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 是不是我们最近看到国庆的很多邀请函 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旗放上去 只有一个双十的标志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那后来经过中央社问这个国务院方面获得的回答 国务院是说他们还是坚持这个一贯的这个对华政策 就是三个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 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美国官方 美国单方面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如果是因为台湾方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 那应该在这次的这个记者的答问里面 应该会透露出来 那如果是美国官方要做这件事情 当然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中共的抗议 一贯的抗议有关 因为中共一向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在国际上的一种出现 它是采取的是一种打压的政策 包括在马英九时代都是这样子的 那更何况现在是因为蔡英文政府 那么在两岸政策上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 它更是采取打压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能考虑到说 是不是川普因为到了11月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所以美国在这个政策上面表现得更明显 就是我更是强调所谓一个中国的政策 让中国大陆比较没有这个话柄 可以来做讨价还价的这个预地 我想这个是因为对美国来讲 美国只要强调说我的政策还是如此的 那么可是对台湾来说 是有点伤感情了